这个女人竟然向男人提婚 男人非常激动 突然他捂住心脏 坐到了凳子上 解开衣服一看 我了个乖乖 心脏居然怦怦地跳了起来 越来越快 吓得女人连连后退 下一秒就喷了他一身 这个男人想跳楼 他闭上眼睛伸出右腿 向前迈了一步 却没有掉下去 他惊恐地四处张望 发现自己竟然悬浮在空中 这也太神奇了吧 看来上帝不想让我死 于是兴奋地大笑起来 可低头望去 眼中充满了恐惧 下一秒他就掉了下去 而最诡异的还属这个男人 把一颗糖放入口中 嘎嘣嘎嘣嚼嚼了起来 突然他停住了动作 觉得嘴有点疼 急忙转过身子 抬起胳膊 把手放到嘴里 两根手指慢慢向前移动 摸到一个坚硬的东西 于是把手缩了回来 定睛一看 手上竟然有血 又把手伸了进去 忍着剧痛 从嘴里拿出一个刀片 这可把他吓坏了 突然他跪到地上 扔掉刀片 张开大嘴 又喷出一枚刀片 随后不停地吐了起来 下一秒 就趴到地上没了动静 这时妻子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吓得哇哇大叫 驱魔兄弟调查后发现 男人一共吞了四枚刀片 这也太诡异了 突然大壮看到地上有划痕 于是弯下腰 从冰箱下面找到一个袋子 里面有一截婴儿手指 难道他被巫师下了诅咒 另一边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女孩弯下腰 一头扎进浴缸里 下一秒 她就叼出一个苹果 哭吃咬了一口 这口活真不错 男孩非常兴奋 小美健壮说 这算什么 我也可以 于是走了过去 蹲下身子 双手按在浴缸上 一头扎了进去 咬向苹果 可技巧不行 苹果总是跑掉 咬了半天 还是没有成功 当她想换口气时 发现头抬不起来了 男友还说 她真能憋气 小美拼命挣扎 脚用力蹬着地 手突然张开 这时女孩发现不对劲 走了过来 见小美没有反应 急忙喊男孩帮忙 抓住胳膊 用力向上拽 可无论怎么努力 就是拉不上来 突然底下冒出无数气泡 定睛一看 浴缸上冒出大量白气 小美痛苦地挣扎着 张开大嘴拼命求救 可水温越来越高 而她的力气越来越小 手慢慢张开 身体卵了下去 就没了动静 男友一把将她拽了出来 可早已面目全非 随后驱魔兄弟来到现场 小帅在沙发上翻着起来 从里面找出一个袋子 里面都是巫师的道具 想用血迹的方式 在万圣节当天复活死神 经过调查 小美跟美术老师 发生过激烈争执 他们悄悄前路老师办公室 用锤子砸开保险柜后 在里面发现了婴儿骨头 另一边 老师把二翠绑了起来 她要进行血迹 复活死神 女孩被绑了起来 还用臭袜子捂住嘴巴 而老师正在举行祭祀 只见她拿起圣杯 念出神秘咒语 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一转身 向二翠走去 把刀架在脖子上 就在她准备动手时 突然慌慌两枪 射中老师心脏 原来驱魔兄弟赶了过来 他们放下二翠 以为复活仪式结束时 突然二翠说 她的咒语念得真难听 兄弟二人觉得不对劲 想去掏枪 二翠手一挥 两人就飞了出去 原来二翠是个女巫 接着她用圣杯 装满老师鲜血 念出咒语 完成最后的献祭 只见地面裂开 一团黑烟冒了出来 静止酸鹿老师口中 没过多久 她竟然站了起来 二翠则是满脸微笑 不料恶魔扭断了她的脖子 而躺在地上装死的两兄弟则逃过一劫 另一边 墓碑不停地晃动 石门落到地上 一个僵尸竟然爬了下来 随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小帅拿起驱魔器 干掉了所有僵尸 大壮独自去找恶魔 恶魔上来就用出灭世神光 不过大壮对魔法免疫 于是两人展开了漏搏 可大壮根本不是对手 眼见恶魔冲上来 他举起手 用出了悉心大法 恶魔就被定在原地 可他的灵力有限 慢慢流出了鼻血 突然恶魔张开嘴 无数黑烟从里面冒了出来 恶魔被逼出体外 钻入地下消失不见了 将塑料袋套在头上 嘴里插根十厘米粗的管子 随后用力按住他的头 一把塞进 装满水泥的机箱里 两人还非常兴奋 可头却拔不出来了 原来他们是网络主播 为了涨粉 才想出这个好主意 准备一个机箱 将水倒入石灰里 搅拌成水泥 随后倒入机箱中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救援人员很快来到这里 无论说什么 大壮都听不到 于是拿来螺丝刀 想把机箱拆开 由于什么都不知道 大壮非常恐慌 就站了起来 可他看不到路 一头塞进泳池里 佛波勒紧随起后 快速游了过来 抓住机箱 用力向上台 随后游了上去 很快就浮出水面 怎么没人浮着脖子呢 把机箱旋转360度后 放到了地上 医生听了下 心跳越来越落 他们快速拧掉螺丝 打开机箱 紧接着拿起50斤的锤子 在手里颠了颠 用力砸向水泥 框框就是两下 这样能把耳朵震融吗 随后水泥就裂成几半 扳开水泥 先掉头上的塑料袋 赶紧戴上氧气罩 没够多久 大壮就醒了过来 他不停地咳嗽 小帅急忙拿出手机 为了涨粉 竟然开始了现场直播 还一脸的兴奋 波波勒非常生气 一把抢过手机 扔到了泳池里 真是太解气了 可刚忙完这些 又接到了奇葩的球员电话 这个男人要倒霉了 他伸长手臂 想咬一杯巧克力 可拿起来时 手一滑 竟然塞到巧克力锅中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等救援人员赶到时 他只有一张嘴还露在外面 如果给巧克力降温的话 他就会凝固在里面 救援人员拿来梯子 放到大锅上 随后两人爬了上去 伸出手放到大壮叶下 用出吃奶的力气 想把它拽出来 果然大壮整个头露了出来 可下一秒 小伙手一松 趴到了梯子上 大壮也沉了下去 幸好另一人拽住大壮 头又露了出来 黑妹解释道 向上拉屎 会产生低气压 这样就形成了反作用力 跟流沙的原理一样 他们顿时慌了神 为了争取更多时间 拿出一根管子 塞到大壮口中 幸好他们有仙剑之名 下一秒 大壮就沉了下去 这时队长推来一个大桶 把水喷入锅中 来稀释巧克力酱 随后拿来一个铲子 不停地搅拌 过来压力逐渐减小 大壮一点点向上移动 见有效果 他们更加卖力地搅拌 大壮就被拉了出来 随后放到担架上 这时他还说 巧克力酱真是太好吃了 旁边的秘书瞬间不淡定了 可刚忙完这些 又收到一个奇葩的求救信息 他是碰瓷界的天花板 打了满满一杯番茄酱 随后放到桌边 轻轻一碰就掉到地上 随后踩了上去 脚下一滑 哭吃一声摔到地上 人们顿时围了过来 成功蹭了顿免费晚餐 而他的后备箱里 装满了碰瓷道具 左右看了看 发现小伙正在搬8K夜经电视 心想这家伙肯定有钱 男人坐到车上 由于后窗户被挡着 于是探出头来看了看 发现没有人 就启动了车子 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他急忙跑了下来 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女人 不停地说腿疼 还说腿折了 男人非常吃惊 说后面刚才没有人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小美一听就不乐意了 跟男人吵了起来 突然他捂住头 说得了脑震荡 不停地大声尖叫 随后躺到了地上 没过多久 他就收到一张支票 金额高达2万刀 妥妥的高收入群体 这天看到一个年轻的老太太 从面前路过 觉得她应该身价不菲 于是跟了上去 可刚来到车后 就被大货车撞飞 老人向后倒车时 感觉压到了什么东西 急忙拨通了求救电话 等救援人员赶到后 发现小美正躺在车下面 黑妹走过来一看 瞬间认出了她 原来她是警察局的乘客 是个臭名昭著的采花贼 这次又被抓了个现行 不过这种碰瓷难以定罪 因此这么多年 她一直逍遥法外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做呢 你觉得应该处罚她吗 这是一根三千年的五股鸡爪 她最喜欢喝福特加 大壮舍不得吃 把她放到了冰箱里 可刚接个电话 再次打开冰箱时 鸡爪竟然不翼而飞 她顿时慌了神 不可置信地看着保鲜盒 随后在屋子里找了起来 一低头 发现鸡爪正躺在聚光灯下晒太阳 而她竟然长出了第二根鸡爪 这真是太诡异了 伸手一摸 还跟大壮握了下手 这鸡爪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大壮是个捡破烂的 总想逃点宝贝 突然发现地上有个五股鸡爪 于是弯腰捡了起来 仔细一看 虽然鸡爪已经风干 可关节还能自由活动 出于好奇 把鸡爪带回家中 在网上找起了鸡爪的信息 经过仔细比对 这既不是猴子的 也不像鸭子的 半天过后 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正当困惑时 一不小心打翻了瓶子 她想擦下桌子 可抬头望去 发现鸡爪是个酒蒙子 桌上的福特加 被她喝了个干干净净净 她炉获之宝地 把鸡爪放到盒子里 在冰箱中保存起来 正在这时 电话响起 是催债的电话 大壮说 疫情这么严重 我都失业半年了 哪里还有钱 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原来大壮是个失败者 老婆跟人跑了 儿子是个偷车贼 女儿是个瘾君子 她再次打开冰箱 窝了个乖乖 鸡爪竟然不见了 再一回头 发现鸡爪跑到了地上 还多了一根手指 这是一根五股鸡爪 都这样了 还能跟人握手 更神奇的是 仅仅一个晚上 它就长出五根手指 还有一条长长的手臂 这就是传说中的 滴血重生吗 大壮把它放到冰箱里 怕它再次跑掉 还把冰箱锁了起来 三天后 大壮正在吃饭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冰箱竟然开了 打开一看 窝了个乖乖 鸡爪又不翼而飞 它转了一圈后 发现窗户破了个洞 鸡爪竟然气塌而去 大壮非常伤心 晚上正在睡觉时 突然被吵醒了 他右手拿着手电筒 左手拿起左轮手枪 在屋里找了起来 发现冰箱竟然盖上了 打开后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冰箱里有个怪物 身上还有很多血 再仔细一看 地上也有不少血迹 手电筒慢慢上移 发现架子上竟然有颗跳动的心脏 正在这时 突然传来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是两个啵啵啵啵 难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 原来他们通知大壮 他的前妻刚刚被杀 心脏也丢了 他顿时笑了起来 之后坐到电脑前 突然门支妞一声开了 怪兽竟然揍了出来 吓得大壮一动不敢动 随后怪兽跳到桌子上 大壮转过显示器 看到怪兽正在吃东西 他悄悄扭过头去 怪兽一声尖叫 吓得他摔到了地上 怪兽快速来到跟前 跳到了凳子上 不过并没有发动攻击 大壮壮着胆子 给他拍了张照片 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这个怪兽不但喜欢吃爆米花 还喜欢看电视 尤其是甄嬛传 正在这时 电话响起 是崔寨人打来的 他非常生气 拿起电话摔到了地上 这一幕恰好被怪物看到 还伸出手来安慰大壮 没想到他晚上偷偷溜了出去 张开翅膀飞了八千公里 来到崔寨人家里 第二天 大壮就发现一条舌头 而怪物正躲在冰箱里 恢复体力 随后大壮出门转了一圈 在地上发现一百块钱 正当他高兴时 一辆卡车急驰而过 吓了他一跳 于是破口大骂 跟司机吵了起来 还问候了司机一家 回到家后 冰箱里就多了一包东西 是司机身上的 难道怪物能帮他解决麻烦 这天晚上 怪物又站在门口 嘴上还有血迹 窝了个乖乖 这次他竟然带回两颗人头 是他儿子和女儿的 大壮可犯了难 让怪物以后把战利品扔到海里 不要带回家 随后穿上雨衣 开始毁尸灭迹 这时佛波勒找上门来 看到他身上的血迹 进屋查看后 把大壮关到小黑屋里 可他根本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他什么都没做 只是捡了个鸡爪而已 还说怪物能听到他的心声 很快就来救他 不过问题来了 你觉得怪物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大壮幻想出来的呢